好了我们现在来到车前面了 我们先来对比一下这个广角镜 贴在这个反光镜上 贴在这个厚视镜上的效果 大概贴到什么位置 这样就刚刚好啊 大小合适啊 刚刚好啊 也不像那种迷你的那种广角镜 那个太小了 这个尺寸蛮大的 货车版的 贴之前我们当然得把这个镜子先插一下啦 不然这个脏兮兮的是吧 贴不牢啊 插了这边我们再去插一插另一边 好了我们坐在车里来看一看这个安装的位置啊 现在天气有点闷着有点热 我们现在坐在车里的时候才能感觉到 距离到哪儿比较好 我们先来试试 左边这个 JS位这个 把它放在这儿怎么样 能够看得到车身吧 用手按在这里的话 能够看到车身 但是看不到太多 这边呢 这边的效果应该是最好的 内车啊 内车啊 能够看到整个完整的车身啊 这样就不会刮到别人的车啊 或者刮到什么东西啊 应该是这个角落是最好的 这个角落 这个角落一般啊 我们只能看到上半部分的车身 这个角落 也同样的 这个角落也看不到太多了 网上有那种可变角度的 可以调的 可以它贴上去以后 可以左右上下调的那种 我感觉那种不好啊 比较厚那种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这个看不到 我感觉这个地方是最好的 完整的能够看得到车身 好了 我们就决定了就贴这里 就贴这个位置 好的好的 再用纸巾把这个位置擦干净一点 因为刚才用的是 湿的毛巾擦的 擦干一点啊 不要有东西 把它贴不牢了 它后面直接就带了这个3M胶了 直接贴上去就好了 3M胶 还有点不好湿啊 哈哈 descolo 状糕 尴尬了 空气突然的安静 好尴尬呀 撕不掉了 我个人的指甲剪得比较干净 基本上不了指甲的 在借助外力的情况下 我们终于把它撕掉了 它这个太难撕了 这个破玩意儿 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贴上去 这上面怎么又脏掉了 又脏掉了 滴了两瓶水吗 先把它贴上去 哎呀 好了 就我个人的驾驶习惯来说 这样贴的话可以看得到 完整的看得到车身了 不会挨着马路牙子 不会挨着别人的车 OK OK 完美 好了 我们现在再贴另外一边 副驾驶这一车也给它贴在下方的位置 先擦一下 但是同样的给它贴在下方的位置 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这个是驾驶柜的 就是主驾驶的一个视觉效果 大家应该看到它能够看到完整的车身 而后面的那个镜子 大家看 如果是看它原本的后视镜的话 就只能看到这样子 这种效果就太差了 啥都看不到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下面这个小镜子 什么都看得到 那么副驾驶的位置也是差不多的 副驾驶的位置还是感觉 所以没有主驾驶这个位置看起来效果好 右边的这个后视镜效果没有 左边的这个效果好 也是能够看得到车身的 好了就这样吧 天气就是这样子 我们这堆的东西乱七八糟的收拾一下了 收一收 垃圾很多啊 现在来规准一下了 现在来规准一下了 那来我们先把这个油微镜撞起来吧 它这里面没有插镜布啊 给拿块插镜布来插一下镜头啊 这个是专门的插镜头的布 然后这个是 这是什么 暂且叫它插镜水吧 镜头前面洗一洗 这段时间裸奔这个镜头前面很脏啊 感觉有点感冒热伤风的样子 鼻子不通顺 分体一天不如一天了 人老了 哎呀 委屈 虚了 把这个镜头擦干净以后呢 把这些微镜装上去 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镜头的镜头是什么镜头啊 这个是索尼的24-240 24-240 这个镜头呢是一颗很便宜的变焦镜头 不过旅游用的话非常棒 我觉得非常棒啊 因为它的画质不要说多好啊 勉勉强强哈 但是旅游用嘛很方便啊 就是它这变焦的这个焦距很长 什么东西都能拍得到 旅游如果你去用定焦镜头的话 画质是很好光圈很大很棒 不过你平缓的换镜头那个时间成本太高了啊 这镜头我们一定要拍这个镜片 擦干净啊 一定要擦干净的再装 这个镜头的滤镜尺寸是72毫米的 好了 这个装上去以后呢就不怕滑不怕伤哈 甚至有些人他们可能镜头盖都不用盖了 因为他觉得UV镜很便宜嘛 滑了滑了的话到时候直接再去换一块就行了啊 没有必要平时拿这个镜头盖整天盖来盖去 整天盖来盖去的很麻烦 我呢装了UV镜以后呢有时候也 有时候偷懒的时候也省得盖 懒得盖着镜头盖了就不管它了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收拾其他东西了 这东西收起来了 相机也很脏了 这个鬼地方很多那种比那个针眼还小的那个细蚊子 我记得我们老家就有很多这种蚊子 专门咬人咬死人 养死了 这个相机用了这么久了从来也没清理过 脏兮兮的 今天顺便 顺便啊清理一下 脏兮兮的 好了收起来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这个气泵好不好用 它是12伏的啊 这个12伏的插头 你先插在点烟器上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轮胎到底它压多少 试试看 试一下别到了关键时候不能用啊 测试一下 你现在来测试一下 我把这些轮胎都变了 我现在来测试一下 他们来测试一下 为什么呢 我现在来测试一下 那边测试一下 我从来测试一下 就在那边测试一下 我先来测试一下 你还想做一下 我把这些轮胎都变得很快 我可以把这些轮胎都变得很快 我现在来测试一下 你会测试一下 我希望你让我可以测试一下 我现在是晚上的轮适当 它这个使用方法是这样子的 这边显示的是多少气压 然后用之前直接加减这个 设置到你想要的气压 然后按下这个开关键就可以了 还是比较简单的 能冲进去 可以 这个圈很重要 如果没有这个圈的话 它就会漏水 加水的时候 水管对接的时候就会漏水 所以我们就一次性买了几十个 不怕它坏了 还有这个 这个是地叉 这个地叉它来干嘛呢 就是一般的公园里面 它浇花的水 我们接浇花的水 浇花的水不能吃 那个叫棕水 那个水只能拿来用 我们可以拿来洗个衣服啥的 它一般是这样的地叉 它擦下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接它的水了 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撑离一下 乱七八糟的 看着我也需要一个工具箱了 原来这个加水的管子 是这种黄管子很难用的 珍藏缠绕在一起 哎呀 哎呀呀呀呀呀 脏兮兮啊 哎呀 脏得一滴 这个地方有孔 所以去到一些灰尘比较大的地方的话 它就会把灰尘从这里面跑进来 灰尘从这里面跑进来 灰尘从这里面跑进来 因为这里面特别脏 哎呀 这是一个电动的加水器 是可以吸水的 带一些带一点吸水功能的 但是吸水的能力不是很强啊 往外吸的 往里面吸的动力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接水管的时候 最好水管要带一点水压的 如果是纯粹从水 从河里啊 或者从什么地方吸水的话 它加的就很慢了 哎呀 哎呀 这个水管 我们平时加水的水管就放这里了 魔术水管 带着什么装起来 好了 这里面就放这些东西 锁起来 锁起来 一堆的垃圾 就是刚刚拆完箱那些所有的包装壳 垃圾好多 还有一个东西忘了说了 非常重要的就是它了 它是个什么东西呢 感冒了这个鼻子糊糊的 喝一碗把南根再烧 继续 现在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啊 拆掉了 终于找对了啊 这是一个大便的东西 是虾米呢 见证奇迹吧 哈哈哈哈 汽车做电啊 这个是 网上买的啊 我们来装一下 看看啊 看一下好不好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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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